好的那么最后咱们再来总结一下咱们的这个项目实战 从头到尾的给大家领域咱们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那么第一步就是说大家在拿到一个任务的时候 首先要明确一下咱们这个任务要做了一件什么事 明确了任务做一件什么事之后 大家就要想这样一个问题了 我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事呢 可以说大家以后到实际工作上 经常就是说咱们的领导或者是项目组发下来了这样一个任务 让你去做一个人间检测 让你去做一个关键点的定位 那么其实对于这些任务来说 咱们通常都不是说我从头到尾从零开始 我自己慢慢学慢慢研究 然后做出来一个东西 通常情况下大概会给你一个时间限制吧 比方说两周要做出什么 一个月要做出什么 两个月又要做出来什么东西 这里一个比较好或者说是比较偷懒的方式是怎么做呢 咱们既然对这个东西不熟悉 不妨看一看人间是怎么做的是吧 那些比较优秀的算法比较优秀的论文 他们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咱们先把这些原理给他搞清楚 搞清楚了这些算法原理之后呢 咱们还可以再去看一下他的论文 或者是他这些算法当中 有没有圆码有没有数据呢 如果说有圆码有数据 那么咱们要做这个事是不是非常容易了 先把人家圆码看懂 看懂之后呢 根据咱们的需求啊 咱们再稍微的调一调 改一改 再改进改进 就可以差不多完成一个项目了吧 或者说完成一个任务了吧 咱们通常啊 不是说咱们自己动手啊 我就开始研究 开始做 那得花多大时间啊 这个时间代价是太大了 那咱们上哪去找人家比较优秀的算法 论文还有数据呢 这里数据化学的时候啊 只给大家先说了一下 咱们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说 咱们可以去找一个benchmark吧 找这样一个行业的基准 在这个行业基准里边呢 它是有 它是包含了一个数据库 就是一些咱们可以利用的数据文件 以及呢 一些它收录的论文啊 就是说 用它们这些数据啊 验证完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论文和算法 通常情况下呢 这种能被收录论文啊 有一个普遍特点 就是说 它把圆码也提供出来了 咱们可以把它圆码 拿来跑一跑玩一玩 圆码啊 其实也是咱们一个学习 非常重要的过程 咱们首先来说啊 就是说 咱们不了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那么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说 咱们一步一步的debug下去 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那么咱们啊 心里就有数了 接下来 模仿还不简单吗 咱们可以模仿人家 自己练一遍手 然后呢 再把人家东西啊 稍微的改进改进 这个啊 就是说benchmark 或者说是一些 比较经典论文 嗯 其实来说啊 一些经典论文 比方说你要做个物体检测 那么物体检测界啊 已经有很多的论文了 大家也可以不妨 先搜一搜 比方说 我就拿百度啊 我就搜一搜 物体检测 物体检测经典论文 在这里啊 肯定有很多的博客 都是已经给大家整理过了 比方说 咱们随便打开一个博客吧 随便打开博客 肯定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整理啊 就是说 有哪些物体检测论文啊 是非常经典的 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 咱们也可以去拿来这些东西啊 稍微的过一遍 先看一看 哪些东西是比较常见的 比较经典的一些东西 还有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交流社区了 比方说thinkface啊 一个人年检测的社区 然后啊 在咱们深度学义上 就是说 咱们的数据规模啊 通常情况下是越多越好的 多到什么程度呢 以万为单位 基本上都是 咱们这今天啊 拿回来的数据 大概是四万多个吧 其中有三万五千个训练数据 有八千多个验证级吧 对于个二分类人我 咱们是要做什么 咱们要做人年检测吧 咱们这回呢 是一种分类的方法 就是一种滑动窗口的方法 去做这个人年检测 嗯 在这里啊 咱们就要把数据分成两类 一类是人年 一类是非人年 在咱们做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说 咱们第一步要做这个RNDB数据啊 怎么样做啊 先把你这个寸TIT和VLTIT给它写好 在这里呢 一个寸TIT和VLTIT就是说 前面是它的路径 别忘了 前面还有一个子路径 这个0或者是1 然后呢 一个空格 加上它的一个label值 对于VLTIT来说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 有了这两个TIT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制作这个RNDB数据员了嘛 在做RNDB数据员的时候啊 咱们再来说一下 关于人年啊 咱们是不是进行了一个裁减策略啊 之前给大家很重点的强调过了 咱们这个正副样本 该怎么这样进行一个裁减的操作 对于正样本啊 咱们是不是直接裁就可以了 对于副样本来说 咱们需要进行一个随机的裁减吧 选择一个合适的LU比例 这个比例呢 最好啊 是低于0.3的 这样能够使得咱们模型啊 精度会更高一些的 有了完 做完数据员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 网络的训练了 在这里咱们选择了 是这个AlexNet网络 就是一个 咱们经典啊 一个卷积神经网络当中 一个非常经典的网络 虽然说啊 这个网络现在来说 效果已经是一般了 但是呢 对于作为咱们一个 学习的案例来说啊 咱们用这个网络 还是非常可以的 在这里呢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 咱们训练网络模型 那个Prototit的啊 把这个 咱们一个训练的模块下 进行一个更改 就是说 咱们只需要把最后一层 全联阶层的个数 改成你要分类个数 比方说啊 对于咱们人联检测任务来说 它不就是2吗 所以说 咱们需要把最后一层 全联阶层改成2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作为文件当中啊 给大家说了一下 咱们测试的这个参数啊 该怎么样进行出写 以及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学习率 不能太大了 接下来啊 咱们就可以迭代一个 训练网络了吧 刚才给大家演示 演示过了 虽然说啊 咱们的速度很慢 但是呢 因为我是一个 虚拟机的环境 实际上 如果说你用GPU 来训练的话 它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在咱们写代码的时候啊 咱们是不是要完成一个 多尺的我能源检测啊 所以说 咱们为什么要 做这个全卷机 之前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过了 以及呢 咱们一个多个scale 然后每一次都进行 前样传播 得到一个概率值矩阵 再把这些概率值矩阵呢 反映射到 咱们原始的图像上 最后做一次NMS 咱们就完成了这个 能源检测啊 一个代码的操作了 那么这里啊 咱们也是反馈了 这样一个问题 速度太慢了 是吧 速度太慢了 怎么解决呢 一种解决方案 几连的网络 在这里呢 再加上矫正网络 这样啊 能够使得咱们这个 整个网络模型啊 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个项目实战啊 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了 也是希望大家 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人脸检测的案例 首先啊 对咱们深度学习的模型啊 有了一定的了解 再有啊 就是说 一个实际的项目来了之后啊 咱们该从头到尾 怎么样去做 我也是希望大家 有了这样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咱们今天啊 虽然是拿人脸检测 来给大家去讲这个案例 其实呢 咱们这个做的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分类任务 对于这个分类任务来说啊 咱们不光能应用到 这个人脸检测项目当中来 对于很多实际的问题啊 咱们都可以采取 相同的一个流程 我觉得啊 就是说 在咱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一个流程是更重要的 因为无论你做什么 首先你需要知道 怎么样去做 然后第二步才是说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东西去做好 那么关于这个东西啊 该怎么样做 希望大家已经是有了一个 比较深刻的理解了 尤其是说 咱们用卡费啊 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分类任务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说 咱们怎么样把它做好呢 要把这个东西做好啊 其实来说 难度就有些大了 因为咱们不光要考虑一个精度的问题 还需要考虑一个时间的效率问题 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 最好的方法并不是说 咱们就闷头自己想 哎呀 我自己想一想 到底该怎么样做 能提高这些呢 怎么样做那块能提高一点呢 其实啊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咱们去大量的阅读一些 最优秀的论文 这些论文里面呢 就包含了很多你想去得到的一些解决方案 比如说 咱们刚才是不是读了一篇论文啊 这篇论文当中 就给咱们提供了一种 Cascade的极点的思想 在极点思想当中呢 它可以 在极点思想当中啊 它可以帮助咱们完成 解决这样一个时间的问题 然后呢 又加上了这样一层矫正的网络 帮咱们啊 使得整个网络的一个效果 又往上进步了一层吧 那么这些啊 其实来说 就是说 咱们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通常情况下 是由这些论文得出来的 那么也是推荐大家 咱们不妨多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要做一个项目 或者说 要做一个实际工作的时候 咱们先去看一看 人家做得好的 是怎么样做的 那么最终 咱们就照着人家去做 是吧 这种学习啊 无论是咱们实际做项目 还是自己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 大家肯定都会有很多收获的 那么关于啊 这个人脸检测的一个案例啊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说大家后续有什么问题啊 也欢迎与我进行一个讨论和交流的 好 好